要说到近来食品界的明星商品 干拌面一定榜上有名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干拌面整体业绩成长高达五成 不过也让干拌面市场进入战国时代 它们有一个共通点 无论哪一个品牌 几乎都会标榜使用日晒的官庙面 为什么日晒官庙面 会让这些大厂纷纷指名 在官庙地区 一间成立将近一甲子的第三代业者 杨青龙说 因为官庙面酒煮不烂 而且吃起来又有Q度 所以受到青睐 不过好吃的官庙面到底怎么制作 过程中又有哪些辛苦的地方 带您来了解 当时官庙这个地区的话 有三间比较老的制作的官庙 制作的面场 当时还不是要官庙面 当时只是说面场而已 因为那时候国外光是其中一场 然后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面 又可存放又好吃又久煮不烂 大家说这边你们是哪边买的面 这官庙地区啊 官庙地区啊 再来说大家觉得官庙面 官庙这个地区的面不错啊 酒煮不烂的原则就是有晒过 有晒过 有晒过啊 这种面的话就存日晒过的话 它的面的香气会比较足 而且它是慢慢干燥 可是它的那个口感也是最好的啊 不然的话机械烘干的 你就只吃到是面粉的面而已 所谓的官庙面可不单指形状 不要这样一片一片 更重要的是经过日晒温度的洗礼 首先要看那个面啊 它晒的面的蓬度啊 因为如果说气候好的话 它这个面会比较蓬一点啊 蓬一点的话 它你拿起来面不会软软的 还是硬硬的 这个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个阶段 就是翻面 让它晒另外一个背面的啊 这样晒起来的面才会均匀 才会漂亮啊 干燥度也比较好啊 我们都大概都控制在两天半啊 要这么久 对啊 因为你让面快速干燥的话 其实它的口感就不是很好啊 像有的面为了要让它 同样的重量 要让它面看起来很大包的话 它面的话就晒一整天不用翻 可是它的面就很蓬 很蓬的话 你它包装起来的话 哦 好像一样的重量 可是它的分数都要看起来 好像是两倍大 可是它这种面的话 变成说它的那个质感口感的话 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的面太脆了 太快速干化 也是很容易断 你一拿起来 还是一包装稍微运输 上面很多断的碎屑会很多 耗费两天半工作时间才能成就吃进嘴里的美味口感 阳光很重要 可夹着绿头太毒辣 对面体也是大伤 像这个稍微有被雨淋到的话 你看这稍微都是有一点褐色的 这马上变啊 所以说对于下雨这件事的话 我们都是很敏感的 一看气象报告说 今天如果降雨距离到达35% 40% 我们会选择于那个休息 因为你做出来的面没有干燥的话 大概两个半小时没有干的话 就开始再双败了 所以说你做那么多出来的话 没有干的话 丢掉也是可惜啊 如果说温度到达38度 39度的话 38度多的话 我们选择晒的时候 可能要晒大概三个小时 就马上要收进去 让它休息一下 休息大概一两个小时再拉出来再晒 因为你面如果让它太快速干燥的话 它面会均裂 因为它水分快速抽干 里面的面也会受不了 跟人一样啊 面我也会受不了 所以说我们在晒面的时候 还是对于它的那个温度 湿度的话也是要很注意的 日晒制面有甘有苦 身为面场第三代的杨青龙 深刻体悟 是有一点的 可是觉得这个的面的事业 总不能在我的手上就跑掉了 就想一想还是还是继续 还是要走下去了 所以说 说一下 这种做面的行业 传统的行业 真的需要一些杀劲的坚持 不然真的很难撑下去 杨青龙的坚持 其实有很多面向交杂其中 气候变迁 大环境买气起伏都是 15年前是观庙面发展极盛期 小小的观庙地区 便有将近40家面场 只是接连的十安风暴 让市场重挫 接着巴巴风在墙袭 杨家更是损失惨重 那时我很惨 我整个场地都爆销掉 你那是 这边有淹水吗 这边也有淹水啊 这里是山上也淹水 这边也是照样淹啊 没有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条河 那条河的话 因为这边河窗都还没整治 可是一巴巴风在那时候 因为下太大了 我们这边都有很多竹林 竹林一崩解下来 刚好是卡在桥屯 大概几个竹林的 就把桥屯塞住了 塞住了 这边是山上 就整个哇 整个水就淹进来了 那时候我们淹的整个场都是 还要找那个山猫来把土去掉 这些网子全部破坏掉了 还要再去那个海边 切定的海边 找那些捕鱼网的阿桑 一针一针慢慢的封回来 你看这个有裂掉的都是台风天 裂掉的 杨千龙只能一步一步从头打理 历经风灾 也叫他再次思考 这间成立超过一甲子的工厂 过去有半世纪时间 都是帮大厂代工 现在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 建立品牌走出新路 那时候真的是亏得蛮惨的 然后好不容易度过了八八洪灾之后 因为我们就开始转品牌再走嘛 以前都帮一些大厂做代工 那些大厂做代工 因为大厂做代工的话 他们对于 一开始对品质他们会很要求 可是到最后量产的话 他们觉得 价格还是比较大的唯一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那时候 我们都帮大厂做一阵子的 帮他把自民库打起来了 可是最后还是 他还是要求我们尽量把价格压低 还是要cost time 还是要cost time 他们老一辈子就觉得 你工作很定就好了啦 要何必去搞一些其他的花样出来 你其他的花样 你现在像现在 你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做的又没有比人家多 两千龙用十年某一间到处参展 也去参加台南伴首领选拔 最后获选 这才逐渐打开知名度 口味的话那就多了 那二三十项的口味都有了 我们说二三十项 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帮一些农会 在做一些客制化的口味 也有帮农会做一些研发 因为有的食材是适合做面 可是有的食材来的话 你还是要调整一下 不是每个食材都适合 一拿来就可以做 一心想把家里的事业做出点成绩 杨青龙也为此搓脱了因缘 那也没办法 因为要怎么说 因为真的传统的行业 也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 还是需要有些机缘 和爸有跟你缺一步 他以前都有啊 现在都不会了 真的假的 已经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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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就觉得 事业这件事情对你 还是觉得真的重要 毕竟有个使命 对啊 毕竟也要接爸爸下来的传承 对啊 而我们这种只会在里面慢慢做 我觉得我目前做的方向是 我不用做这一行官妙面的第一 可是我要做官妙面的唯一 杨青龙说的唯一 是在这个以机器烘干量产官妙面的时代 还有了愿意降低产能 透过日晒工法 让民众吃到具有香气Q度的官妙面 手工日晒的话 它晒出来的面会晃晃晃晃晃的 不会是很平整的 因为它光低面晒完之后 晒背面的时候 当然它会变形 不是像你机械烘干的 它都只一面而已 它不会去发面 所以说它晒出来的面都很平整 你看光屁股的话就 平平的 基本的判断 当然也不是全部 有时候 有时候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下午做比较晚做 然后又没有气候 可能晒出来的面 底下也会平的 机械烘干它大概可以多久 就是三成一段 大概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对 七个小时我这个要两天半 幸好因为那时都不放弃 当前阵子泡面因为油炸方式 让民众有了疑虑 拌面市场选用的关妙面 再次变革了小家庭上班族的饮食习惯 用水一煮加点酱油 香油 或是买个现成汤头就能轻松享用 那时候泡面大家觉得泡面比较不健康 我觉得干拌面这种纯手工日晒的 会比那个蒸煮面或泡面那些 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又开始起来了 这一阵子 市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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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蛮多加进争 可是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往烘干的 烘干的市场那边去的 要真正坚持用日晒的 也差不多剩不到几件 幸好 减持还是能被看见 最近就是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厂 觉得我们的面还不错 他们真的都有叙事过了 觉得我们的面真的与别人不一样 无论故事怎么转折 无论市场怎么变化 有些传统的老味道 才是让人咀嚼再三的原因 可以花更多时间守护传统的人 值得佩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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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